哈喽我是斜律 今天我们来做一期怪物恋人世界双刀从开荒到毕业的配偿视频 那么众所周知我是一名双刀up主 我第一次开荒就是用的双刀 直到后来才被一把可以插人的武器给勾引了 那么总之呢 本期视频由于我最近有点慎虚 依旧是采用直接录直接说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赶紧开始吧 首先是下位 守护者套装 再加上防卫队双刀 在肉的同时呢 他甚至还提供了三级跑者 让我们双刀鬼人化鬼得更爽 简直是居家旅行双刀必备套装啊 然后护士方面呢则比较随意 随便做一个 像我打完风飘龙之后会做一个回避性能 好那么下位就这样过了 接下来上位 随着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打扮灭镜龙之后 咱们就可以换套装了 龙王独眼站稳三件套都可以做了 再加上一个火龙腿 构成这样一套套装 然后体力护士呢 打扮灭灭之后也可以升到三级 那么咱们这样一套既有输出 又有耐力 又有体力的套装就行了 武器防卫队斩 这个双刀依旧不变 升到满级 那么这一套呢 就可以差不多算是上位毕业了 之后的其实没有必要去做了 那么主线通关之后 咱们在上位停留一段时间 做这样以下这件事情 菜就多重 多重一些 然后呢 就是刷一下这个武器的克制强化 可以给防卫队双刀 克制两个甚至一个吸血 第三就是去做那个 解锁不动一桩和转身一桩的任务 好 这些做完 咱们立马进入冰原 甚至可以先进冰原 再回头做这些都可以 下一套 进入冰原之后 咱们可以立刻把那个菜的 甚至都不像M位怪物的冰鱼龙 给他爆打一顿 做一套冰鱼龙套装 尔塞加体力增强 加耐力回复 非常的爽 然后顺便一提啊 进入冰原之后 他送了一个达人2嘛 所以咱们有些套装 需要做一个beta 以此来开一个四季孔 欠这个达人2 收益还是非常大的 这一套我就是把冰鱼龙护腿 做了个beta 接下来护石 欠一个达人护石 提高一下输出能力 武器呢 咱们依旧用防卫队 即使比起前期的M位武器 防卫队数据依旧可观 甚至还可以吸血 然后顺便一提 打完冰鱼龙之后 多余的素材 可以做一把冰鱼龙双刀 前期非常好用的冰双刀 以后遇到弱冰的 可以抄起它直接祸祸 同里还有一把水双刀 锋利鱼刃 这把是做大师二星的活动任务做的 这个咬鱼双刀 也是非常好用的水双 我们来到下一个时间节点 击败迅龙之后 可以做迅龙三件套 然后骚鸟的武器呢 用迅龙也可以升到满级了 再来到下一个时间节点 击败雷厄龙之后 再加装雷厄龙两件套 这样我们的过渡配装就形成了 既有体力 又有会心 又有回避性能 甚至还有迅龙三件套 保护斩位 这就是我们双刀的过渡套装啊 真是双双又刀刀啊 简直不要太舒服 然后注意一下 这个达人二嵌在beta上面了 嵌在这个迅龙上面了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老一套 直接骚鸟双刀 加上轰龙五件套 虽然我很菜 虽然我很弱小 但是我能吃啊 疯狂的吃吃吃 也不失为开荒的一种手段 接下来主线通关后 咱们进入了巨 魔之地 然后咱们又过渡了 帝王三件套 加上黑狼鸟的腿 再加上随便的胸部 我是利用的是黑轰龙 再加上随便的武器 那么既然都刷黑狼鸟了 那就用黑狼鸟武器呗 当然也可以是天地黄蹄龙的 只不过我估计很多人不想刷 也可以之后的是之后的 这个监视灭尽龙的都行 然后需要注意一下 属性武器方面呢 水刀依旧用这个鱼 冰刀呢 咱们可以用更强的 这个双刃变压龙的刀了 然后雷刀呢 可以去做一把这个麒麟刀 其他属性还是比较弱 咱们都不做 属性呢就做这三把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做啊 物理为主 属性为辅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巨魔之地啊 有三大任务 首先呢 我们要去做一些刷珠子的任务 其次去刷这个克制武器的材料 第三 大力推进我们巨魔之地的等级 那么由于要考虑一些珠子了 所以我这里稍微欠了几个珠子啊 达人二是送的 超新 尽可能给他填到三级 攻击 你看都出到二了 那肯定要给他补到四啊 其他的有啥出啥 那么就是这样的阶段 接下来是一套半毕业的套装 巨魔之地解锁猛爆碎龙之后 做出他的胸 还有脚 还有武器 然后呢 因为说了要考虑珠子了 我们适当考虑一些 提力三 然后把彗星补满 再补一些攻击 至少到四 剩下的就比较随意了 比如说你可以把武器换成 对应属性的武器 那你剩下的孔位就补对应的属性珠 也可以出一些生存技能 比较随意 那么这样一套配装呢 是半毕业的物理配装 做出来有大用 打之后的富婆 或者要打黑龙 都是有用的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啊 我推荐是这样的 先打黄黑龙 可以做一把冰属性的 那个双刃冰压龙双刀 打火属性的黄黑龙 最好还是过程中天降大佬 然后帮你打 大佬打属性 你也可以换物理双刀之类的 过了黄黑之后 做出黄黑龙双刀 这个是必做的 然后你可以带着它 也可以继续用物理双刀 接下来继续去打黑龙 刷出黑龙一套 加上黑龙武器 再接下来去打那个 力战王冰咒龙 做出力战王冰咒龙的头 最好还有个角 做完这些之后 咱们再反过来去刷富婆 黑龙套装会让你刷的 比较容易一些 这是我的推荐路线 当然也可以这样 毕竟这个富婆还是用物理嘛 咱们直接用这套物理配装 去干富婆 刷完之后再刷黑龙 都行 都行 然后总之最后呢 咱们就迎来了毕业配装 首先是物理的毕业配装 黑龙四剑加武器 加上一个雪崩头 然后这些柱子呢 基本上都是物理相关的 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双刀比较特殊的就是 由于咱们现在孔位发达了 所以可以欠这个持续柱 增加我们抢走药的时间 剩下的孔位看着补 可以补降 可以补输出 可以补什么耐冲之类 都行 都行 好 那么接下来 最后才是重头戏 属性双刀的毕业配装 咱们龙属性 用黄黑龙双刀 其他属性 统一都用刷炫灰龙 掉落的这个帝王金 或者说黄金双刀 虽然有些配装啊 他凯罗比帝王金要强 但是我这里还是统一口径 由于帝王金双刀 自带一个会心攻击属性 我们就不用再通过配装来出这个技能了 所以此时再加上黑龙四剑套 我们又舒服 伤害还不低 这样就OK了 除了这三个对应属性的四级猪之外 其他出的基本都是物理技能 无伤其实可以抠掉 比如说你打会烧伤呢 就带这个怨恨 或者你干脆换生存技能 其实都可以 持续猪依旧是提高抢走药的时间 最后一个耐鼠猪呢 一击孔没啥可出的就出个耐鼠 配合触发我们的转护围服 需要注意的是 我这把武器是15会心 所以出的时候 我考虑到满会 看破只出了三级 如果你的武器会心更少 那么我们就要对应的不看破这个技能 好了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下期再见 sayunara